这两天大家是不是看见一条热搜视频 就是美国旧金山的一个白人男子 在餐厅里唬骂亚裔 又被一个白人的大妈服务员给请出去了 那这个视频呢 在美国的网络上也发酵了 因为美国偶像第一季的冠军歌手 Kelly Clarkson转发说这哪来的垃圾啊 于是这哥们儿不出意外就被人肉了 叫Michael Loft House 是美国硅谷的一家做云科技的小型科技公司的CEO 当然了 说是个CEO 公司也就咋扮人吧 最可笑的是 这哥们儿本人也不是纯种的美国人 是从英国过来的移民 而且他还有一个亚裔的嫂子 那家里还有欧亚混血的小侄女 那你说这嫂子看这小叔子这番言论 心里做啥想呢 而这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前还有破坏罪的犯罪前科 当网友人肉出来他之后 他一开始嘴还挺硬 大家骂他呢 他就骂回去说让你们都滚出地球吧 估计呢后来也是受不住了啊 还是太年轻 不了解网民的实力 最后不得已 把所有的social account都给删除了 而且呢还出来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 但是根本没有人买账 大家都觉得他的道歉声明就是作秀 所以现在网友呢 就在网上纷纷爱的 跟他的公司solid8 有合作关系的企业 说你们快点跟这种人渣解除合同吧 不要再跟他合作了 所以这个男的真的是太年轻 乱说话 毁了自己吧 在美国种族歧视的这种言论 可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一定会成为重视之地 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是 英勇站出来的这位白人大妈服务员 不仅得到了自己所在餐厅的一个嘉奖 而且呢 还有网友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活动 就给他小费 据说已经募集到了超过13000美金的小费 如果这笔钱真的能送到这个服务员手上的话 也算是美颜一桩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该出手时就出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